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觉得自己很阴,可以来火供作 如果不是被大太阳暴晒,就是被雨水洗 火供当晚还会在火堆里穿梭,烧得阴气都没了 在这种天气干体力活,自己的阴火星真的很快就暴露出来 可以看清自己修得如何,也是个检讨忏悔的好地方 我们平均年龄大概五十岁,年纪最大是六十一岁 每次师父在火供说,来几个年轻人,就是在教我们 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就是那几个还有一点力可以出的 有些还有腰腿疼痛,但是都很付出的师兄 让我感动也要学习他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 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学习了一些事 有位师兄总是很乐观 他和我说,我不是乐观,我是对师父们有信心 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也让我检讨自己 对师父们有多大的信心 该发生的总有它的原因 以平和的心对待,也要对师父们 有信心,坚强面对每一天 有人问一位在火供的师兄,你们在火供厂,都没办法在大唐法会现场,参加法会,受赏识的加持吗 师兄说,先让别人成就吧 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 这不就是大菩萨的愿吗 先读别人 有时候,人手不足也会呐喊,来几个真正的年轻人吧 看来看去,还是我们几个假年轻人 在火供组,有个让我非常骄傲的团队 每一次法会都有不同的状况 但是也都能顺利进行 最重要的是,要对师父们有信心 风雨雷电,来洒净 大日普照,赐光明 金刚兄弟,血汗流 其心合力,见坛城 心意坚定,大决心 稳固不动,如坛城 上师,师父,大慈悲 有缘众生,来渡进 熊熊火焰,消夜长 众生皆共成佛道